当地时间23日 纽约州陪审团裁定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主席 维恩·拉皮埃尔对该组织管理不善 造成其损失540万美元 拉皮埃尔已经向协会偿还了约100万美元 法官将最终决定 他必须赔偿该组织多少钱 纽约州总检察长利蒂西亚詹姆斯 于2020年指控拉皮埃尔 涉嫌在其30年任期内 从全国步枪协会挪用数百万美元用于个人用途 包括购置名牌服装 私人飞机等奢侈品 以及该协会忽视了董事会批准豁免利益冲突 和批准内幕交易的必要性 此外 陪审团还裁定前首席财务官威尔逊·菲利普斯 使全国步枪协会损失了200万美元 全国步枪协会自1871年以来 一直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这意味着其资金必须用于慈善需求 并为会员提供服务 谢谢大家